江门市越岗大湾区重要的节点城市 桥乡资源优势明显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正式印发 江门市便利华侨华人投资制度专项改革试点方案 更好的吸引华侨华人和高台同胞投资兴业 试点方案重点围绕投资便利化 强化要素支撑激发市场活力三个方面 提出15项改革举措和8项省级协调支持事项 据了解试点方案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华侨华人和高台同胞关心的金融 人才出入境产业发展等问题提出针对性举措 如支持江门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 向江门下放人才优越卡的审核和发放权限 外国人来华工作居留许可 一窗受礼一并发正 同时发挥桥乡特色 提出搭建便利华侨华人投资对接平台 建设江门五亿华侨服务中心 为华侨华人提供经贸合作 创新创业文化交流等一站式服务 针对华人华侨的投资便利 我说它很重要的特点是流程的便利化 那么要素的市场化 产业的平台化 这个政策还是很有特点的 广东台记者韩晓飞李新报道